大家好,这里是ptstudy真题讲解retaillecture部分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内容是三种调查问卷 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篇幅不是特别的长 并且整个文章的结构是非常清晰的 我们先从第一段第一句开始看 第一段一开始讲到的就是我决定提供的 或者说我们的lecture决定提供的 是自己分析调查问卷所有的步骤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段第一句话呢 就提到我们文章的一个核心 那就是调查问卷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记下来的 接下来呢文章又讲到了 然而呢在它开始之前呢 它想要提醒大家一些非常有用的 可能会用到的关于调查问卷方面的一些术语 比如说呢这个调查问卷它可以分为三类 而这个呢也叫做水平测量 接下来我们看第一类 第一类是什么呢 第一类呢被称作范畴性问题 范畴性问题呢我们也叫它名词性问题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范畴性问题和名词性问题呢 这两个是同一替换 我们只要记其中的一个词组就可以了 接下来又说到了 他们呢是要求我们的参与者 从一系列类别中选出他们的答案 从一系列类别中选出他们的答案 比如说这里面有给例子 男性女性或者呢他们的种族出身 这种呢都是从一系列类别中选出答案 这个呢是第一类问卷调查的类型 接下来让我们看第二类 第二类是叙述性问题 叙述性问题呢其实和我们的范畴性问题呢是有一点相似的 但是范畴性问题呢相对是比较独立的 我们叙述性问题呢它更多的呢是有一定的次序在其中 有一定的次序 比如说这里面就举出了例子 比如说当我们问人们他们的年龄的时候呢 在某个类别中的时候呢 这个呢就属于叙述性的问题 好了这是第二类问题 接下来让我们看第三类 第三类问题的话呢是连续性问题 这些问题呢都可以用数字来回答 可以用数字来回答 并且呢这些问题也有可能是开放式的问题 来问什么呢 比如说来问我们的参与者 他们多少次参加了某个lecture 多少次参加某个lecture 或者呢使用VLE 或者呢也可以要求他们 要求他们干什么呢 评价一些经历的重要性强度 经历的重要性强度也可以评价 以上呢就是一篇retaillecture的内容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 其他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的思维导图 再把这篇文章的结构框架过一遍 我们可以看到这篇文章思维导图呢 它总共可以分为三部分 一部分呢是我们的范畴性问题 一个呢是我们的什么呢 是我们的叙述性问题 再就是呢连续性问题 并且它分别讲了这三种问题的一个特点 比如说我们的范畴性问题呢 它也被称作什么 也被称作名词性问题 并且呢是我们的参与者 从一系列范围中的选出答案 第二个呢则是我们的什么呢 则是我们的叙述性问题 叙述性问题呢 它不是那么相对独立的 它和我们的范畴性问题呢 非常的相似 但是呢在不同的答案之间呢 它是有一定的次序的 最后一个呢则是连续性问题 它呢是被number数字所回答 以上呢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个大致框架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参考答案 参考答案在这里 大家呢现在可以自己练习一下参考答案 如果练习结束之后呢 我们这篇retail lecture就结束了 好了谢谢大家